大家好,歡迎收看榮眼看神舟,我是明欣 看完這個影片,估計你再不想去吃自助餐了 我有一位做烤肉自助餐的朋友,投資了一百多萬的自助餐倒閉了 他的店是59.9一個位,我就說通街也有這麼多人賣59.9 他們都是做得好好的,為什麼你就做不下去? 他說這個不能做,不可以掩著良心做事 他說人家都是這樣做的,肉買回來後浸泡了這個爆覆劑 不管你是多賊的人,只要吃一點就很容易爆 我說這樣不就是騙人嗎?他說人家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人家就可以做下去,我就做不下去 轉過頭他又帶我去做點醬那邊 他說這個點醬是壓縮餅乾做的,用攪碎機把它攪碎 攪碎了之後混些芝麻醬和花生醬香精造成點醬 看你是用什麼香精都有,吃起來就跟真的芝麻醬一模一樣 我們點了這些點醬後,吃了這樣的東西進肚子裡就會膨脹 就會很容易飽 這位女士又介紹了海鮮方面的客箱操作 更加令人震驚 如果是海鮮聞起來已經有臭味,他們還是會給客人吃 就是多小幾輪,直接浸泡一下子柯藥 或者在那個點醬裡面放些子柯藥,吃了之後就不會柯肚 商家這樣的做法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沒想到吃自助餐還會被人靜悄悄地下藥 想一下也是覺得很可怕 有網友留言說,我就說每次吃自助餐的時候 吃一點點就覺得很飽,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博主還解釋說,現在有很多自助餐廳只能吃兩小時左右 美其名藥就只是花那麼多錢都不可能一直吃吧 其實是因為飽覆劑的效果就是兩小時 過了時間你就會餓,之後你又會再大食特食 一位餐飲店的經營者還介紹了另一種芝麻醬的製作過程 中國人造假的智慧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男子說,純的芝麻醬多貴啊 有個別商家就會自己煮一大煲 做法是這樣的 鑊裡面放些油,加入麵粉或者食用澱粉 炒至黏醬,炒到這麼光滑的時候 再加入一些芝麻香精 芝麻的香一下就會爆發出來 然後再加入一些比較便宜的花生醬 都會混一些真的芝麻醬進去 將它們全部攪拌均勻,混混之後 就造成了一個芝麻風味的點醬 看看這個品相和味道 可以分得出是純的還是風味的嘛 多有些人比較懶,會直接賣這樣的成品 商用大桶裝的都是很便宜 看看配料表,是不是跟我這邊做的差不多 總之某些自助餐廳的內幕 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解釋得清楚的 講完自助餐,再來看看在消費降級的大潮之下 近期二軍凸起的靶子肉 傳統露菜靶子肉,因為方便實惠 近來很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但那些便宜得很離譜的2元一片靶子肉 原材料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男子說,一個綠一片的靶子肉是怎樣的? 帶你們看一下 像是這樣的靶子肉 一件是20斤、100片左右 適合食堂快餐、面館、還有靶子肉店之類的 這種東西這麼便宜自然是有便宜的道理 相當於性價比高的東西 原設的3個兒一片 這種才一個綠一片 有人留言說,這些靶子肉 一是就是合成的假豬肉 壓縮後切片而成 一是就是內老不明的病死豬肉造成的 總之可以賣得低過成本價的 其中肯定是有什麼景色? 受到救病的 還有中國十分發達的外賣行業 更是黑幕重重 9月22日一位前騎手哥仔拍了一條片 曝光了中國外賣行業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指平台排名前幾的店都是使用預製菜 有毒,連流浪狗都不吃 男子說,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點外賣 應該是在市中心有間店 外賣員從這間店裡取出之後送過來給你 其實只要這個城市稍為大一些 外賣就不是這樣做的 他會專門找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就只有廚房、沒有店舖 連店名都沒有 有一個很大的大院 裡面有幾百個廚房混合在一起 客仔點的外賣都是從這些廚房做出來的 外賣員都是到這些大院取貨 隨後他還曝光了外賣行業的 另外幾個先為人知的秘密 第一,外賣平台上評分最高的 排名最前的五、六間店 其實都是平台自己開的 可以隨便改數據 用戶如果給了差評 平台可以直接在後台散除 可能店都只是開了三天 後台可以直接寫成已經賣出十萬單 更糟的是 排名前幾個店都是使用預製菜 菜已經做好三、五年 就用膠袋裝起來放在雪櫃 有人點菜 就從雪櫃拿出來放在溫水裡面解凍 再配上新鮮的米飯 這位騎手還說 預製菜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 那個大院有很多流浪狗 民眾經常拿些冷飯菜汁給那些小狗吃 但是如果是把預製菜倒在地上 流浪狗是不會吃的 因為那些菜有毒 這一層令大家都感到很震驚 雖然外面賣的是預製菜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某些預製菜毒到連流浪狗都不吃的地步 鵪鶉蛋都是路邊的檔灘經常使用的食材 但是小小的鵪鶉蛋都隱藏著很多秘密 有記者暗訪了一間鵪鶉蛋加工廠 老闆的說話都令民眾感到匪夷所思 記者問這是用什麼炮法的? 老闆說夾傳 老闆娘說哥士迪是煮的時候用的 老闆說七個五一斤是加了火箭 記者問這樣的東西吃了之後會怎樣? 老闆娘說沒事的又不是我們自己吃是不是? 老闆說我可以教你一招 回去搞一些化學品防止腐爛的就是甲醛 裡面放一些水就可以 這樣浸泡之後就算放一年也不會壞 其實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一種互害模式 賣鵪鶉蛋的話自己不吃就可以用甲醛浸泡 而農民也是將售賣的紅薯私家劇毒的有機淪農藥 自己吃的則不會放 已是記者採訪的美濃有機紅薯基地 負責人的一段影片 男子問你覺得紅薯種植裡最大的不好 就是它會放一些有機淪是不是? 男子說是的有機淪農藥 男子問有機淪對人體有什麼不好? 男子說危害非常大 過量的話就會直接危害生命 少量的話就會損壞腦血管 那農藥是怎樣使用的呢? 它不是直接在田地私放 看看每一個種種了紅薯的在地上都有一個喉管 然後它用這條喉管沖水淋水 淋水時它將農藥倒入水裡 直接從這邊滴到紅薯裡 會直接被紅薯吸收 不是私放在土壤裡 土壤它還有一個吸收的過程 男子問這樣真是很狼死喔 一般種紅薯都會加有機淪嗎? 男子說全部人都會加 男子問那農民自己不是都會吃嗎? 男子說自己吃的就不會滴農藥 有一塊地是不滴的 男子問啊自己吃的不滴 那不會被蟲咬嗎? 男子說被蟲咬就咬了 有些人說你種這些紅薯 你種吃爛的紅薯呀? 他都不會跟你解釋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吃爛的 因為好看的都是落了農藥的 另外近年來聽起來很高級的日本餐廳 在中國都很流行 在一二線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開了不少 現在都有向三四線城市蔓延的趨勢 雖然消費降級普遍 餐飲行業遭遇寒冬 但民眾對開日本餐廳的熱情依然不減 據說現在中國有超過十萬間日本餐廳 這些餐廳有住幾乎差不多的裝修風格 印著日文的紅色拉斯燈籠鋪鋪滿了外牆 木側門板上掛著浮世軌布簾 旁邊還擺放著兩盞石燈籠 入到間店後 軟色系的燈光照著原木色系的桌椅蒲團和榻榻米 充滿了日本風情 難怪有這麼多白鯪喜歡光顧 有人說不用幾百元 一個體面的都市人都走不出日本餐廳 為什麼這麼說呢? 打開菜單你就會發現 日本餐廳主打的就是一個小儀貴 比如幾片三文魚拼款98元一份 五個甜蝦刺身58元一份 一條鹽烤秋刀魚40元一份 烤鰻魚89元一份 受起銷288元一份 只不過如果你認為有住日本風情的裝修就是真正的日本餐廳 所有的海鮮應該都是從日本進口的新鮮食材 那你就真是out了 超過10萬間的中國日本餐廳 究竟需要多少運輸能力才能滿足供應呢? 所以說對於那些街邊的小日本餐廳 你就不用奢望它賣的會是新鮮食材 專門供應餐飲店的冷凍水產批發市場 才是它們真正的進貨渠道 而這些冷凍海鮮的價錢真的低到離譜 今天就和我們這位博主帶大家一起 揭開日式料理行業的黑幕吧 今天來帶大家看一下 你們花了幾百元吃的日式料理都是些什麼? 這個酸酸甜甜和雪糕一樣的金磚鵝肝 進貨價37元一袋 裡面有11塊 做不到3.5個 這個小甜蝦17.5個 裡面有30隻 差不多是5毫多一隻 我一直覺得去日本餐廳吃這些的人 全部都是水魚 就是送錢給老闆洗 還有這個煮得紅紅的北極貝 這是最大號的 差不多是3個多一個 如果是那個小號的就是2個多 這種東西浸泡在水裡面後 然後用刀片開 價錢就翻3倍賣給你了 我們再來看看 買得很貴的各種刺身壽司是怎麼做的? 米飯就搞成這樣 一個一個小飯糰 將這個2個多的北極貝切開兩半 鋪在飯糰上 看看價錢立即就不同了 再來做一份甜蝦的 你不會以為是用那種很貴的5元一個的大甜蝦吧 用這種5毫多一個的小甜蝦放兩個上去 立即就身價不同了 你看這個蟹樓5毫多一個 我們把它撕開一些放一個就夠了 放上一些沙律醬 我們再使用一些高科技吧 用噴槍敲一敲 家裡的煤氣爐大家都知道不可以直接拋食物的有道 你就當是沒看到吧 現在在上面的不是流化氫 就是一樣化碳二樣化流 這樣的哪裡還在做料理呀? 這樣不是製毒嗎? 然後就是各種軍藍壽司 我們從雪櫃裡拿出半成品 再擠上幾毫子的醬就搞定了 就是這幾種半成品 上面的配料表都有水蛇春這麼長 5元入的釣魚片 翻開來看一下配料表 我直接呆了 排在第一位的是羅菲魚 最多切兩毫子左右就夠了 欺凌魚我們就切五毫子左右鋪上去 只有水魚才會吃這樣的東西 三文魚本來是幾好的食物 這樣烤種得了 噴火槍直接用來烤食材 是誰發明的? 然後再鋪上假的魚子醬 就是這樣十個多的成本 賣給你108元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大家看到這裡對比一下菜單的價錢 大家現在應該就會明白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會開日本餐廳 其中的利潤已經超過90%以上的飯店 其實利潤高一點都沒什麼 最起碼吃到的還是蝦 如果放的是假食物 這樣就慘了 男子說鯛魚其實是羅菲魚 叫蟹漏的和蟹都沒什麼關係 外面賣你四五十元一份的 力兒蟹漏17元一版 這種戒末章魚大家都吃過吧? 這個就厲害了 40元一根入的貨 兩匙羹就賣給你25元 麻辣鮮甲就更過份 27元入的貨 兩匙羹就回到本 這個龍蝦沙律 你們不會以為是老闆親手做的吧? 45元一袋 即出來就搞定了 最過份的就是這個海藻 夾一筷子就賣給你18.8元 整袋才15元 可以分出10份 就算去敘利亞道賣軍火 也賺不到10倍 你不用給我頂頂 只要你是在日本餐廳吃到的這幾種 都和我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魚子醬25元一盒 已是真的魚子 我們吃的500以上的刺身拼盤 魚子醬都是它 整箱拿還可以再便宜些 22元一袋的章魚燒 裡面有50個 你說這種東西 像不像是在街邊賣的 章魚小丸子使用的呢? 各種日式甜品 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你賣不到的 那種一千多的 我媽咖啡材料會不會好些呀? 肯定啦兄弟 肯定不會要你花了兩千元 連兩百元的東西都不給你吃 有網友在影片下方留言說 我只能說這條片裡面 全部都是真的 我作為一個做了日式料理兩年的人 看到壽司都想吐 除非是那種預約的 當場用手撕的那種才是高端的 租過15平的店面 一個月入貨六七千 一個月都可以賺好幾晚 這種料理是真是暴利 不會吃壞肚子 只是看你還敢不敢吃下去 反正做哪一行 就不會碰哪一行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原因 多有網友留言說 我去年是一間日式料理做了一日學徒 就看不過眼 另一位網友說 這樣說 現在還開得下去的日本餐廳 基本都是這樣做的 那些真材實料的成本太高都倒閉了 很多人之所以願意為日式料理的高價埋單 是因為日式料理外觀精子 看上去很高級 食材新鮮 味道清淡 營養更均勻 而能成就這些優勢 就需要價錢較高的新鮮食材 而刺身為例 用料講究的高級日本餐廳會選擇冰鮮的餘生食材 冰鮮就是將剛捕獲的海產品 就地載殺去除內臟後加些冰下去 從而鎖住鮮味 接著空運到各地的日本餐廳銷售 冰鮮魚肉肉質一般色澤鮮亮 柔軟而且有彈性 但最大的缺陷就是物流成本更高 中國那些小的日本餐廳自然是不會為了新鮮食材而出這麼貴的運輸成本 價錢便宜的冰凍海鮮就成為了最佳替代品 所以說中國的10萬間號稱是日式料理的日本餐廳 到底有幾間是真正的日本餐廳還真是很難說 只不過去年因為日本核污水排海 中國停止進口日本的水產品後 反而是爆出了一批造假的日本餐廳 這件事說起來也很有趣 去年8月24日 日本政府啟動將福島核事故污染水排海 同時間 中國海關總署宣布 自當日在全面暫停進口原產日本的水產品 這樣做不僅對真正的日本餐廳造成致命的打擊 也令那些假的日本餐廳 無法再利用日本進口原料的名義 而這一切只是一個開始 在中共的宣傳之下 中國民眾抵制日本海產品 乃至所有與日本相關的商品及服務 才是對它們更為致命的打擊 在這種形勢下 立即就有無數日本餐廳 急切地與日本切割 有些就表示自己的產品與日本無關 有些就說品牌完全是國產的 還有些直接就招認 實際上我們的食材根本就不是來自日本 而是本地的海鮮批發市場 完全正宗的國產貨 貴州更是有一間日本餐廳老闆 上演了一場勞集店 並直播將日式長子和燈籠等撕毀 真是上演了一場令人毆嘴的鬧劇 當然多有不少日本餐廳直接關門大吉 不過還是有一些日本餐廳改頭換面傳活下來 而就在9月20日 中國突然解除了日本水產禁令 還賣中國那些日本餐廳的春天又將會回歸了 好了節目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和多點留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